你好 麻吉卡1621 阿板老師剛才講的那個 我現在溫室的話 如果直接插秧收割 那個 環布還有旁邊的 有關那個日照的問題 要環布拆掉嗎 不用啦 直接插秧收割就好 你有要刮嗎 有要收嗎 有 有要收喔 我去以前有一次的話是 剛好換布拆的時候 我有擦 沒有換 直接要擦下去 換那個日光的問題 好 了解 老師回答一下謝謝 好 這個如果要刮呢 當然是沒有問題 問題最大 不是說收不起來 絕對收不起來 沒有問題 會收拾 一水這樣應該是沒有問題 絕對是會收拾 不過 他那個量會比較壞 因為我們這個 補棚 他去頂上 當然你如果說可以把補棚收起來 但是補棚最好是 不要 不要住那裡 這個氣氣就熱 你有發現說 我們所有的補棚 如果是在擦去的地方都會直接擦去 因為原地補棚來的時候 拗的那個地方 不知道 聽說 有這種 有這種感覺嗎 就是說 我們一個補棚 這樣一張補棚 你隨便看 多數在擦的時候 都擦在 那個 他當初來的時候 因為補棚都有穩輸的一個方便 所以他要用拗的 把它擦起來 要擦起來 擦起來那個地方 有時候擦那個折痕 都由那個地方敗去 人家我們要收起來 我們也是要擦起來 對不對 不是在那裡把牛頂上 現在因為補棚 我們比較脆 你又在那裡 又在平的時候 又把牛頂上 補棚會比較快敗 所以你注意看 像我們做這個普德 他們那補棚要蓋起來 再把它擦起來 擦起來 再把它蓋起來 所以他們一頂補棚 在用的這個收名 都會比較低 比我們 比我們捏在那個地方 電腦會比較低 因為你拗的這個關係 你收去放在那個地方 雖然不是補棚 照說應該收名比較長 但是呢 並沒有這種的現象 它最主要是那個 起起落落 我們又拌 那個 彈方調整 這樣拚著拚著 那些刷尾 摩擦 這都會減輕到補棚的收名 但是呢 你補棚 如果是沒有收起來 你想沒有旁邊 旁邊 可以把它收掉 旁邊這個補棚把它收掉 開 盡量 因為你最主要是這個日照 它 更暖 它也是對這種 有對比較不得 對一些 日照的量 對比較不得 所以那些三量是比較低 在水南這家 我們有好朋友 他也是這種日霸式的姐姐 文室 他補棚也在補產 補產後 他也沒有收 他也沒有把補棚收起來 沒有把補棚收起來 他也是在補 補起來 他也是有辦法刷起來 這沒問題 現在就是說你如果空間有夠大 掛在補棚 可能是比較小吃 有辦法紋一味 他要幫你掛 最主要是掛窃 他要幫你掛 有的不掛 因為我們的 在補棚裡面 如果是去掛到什麼 這部分要算什麼 他在外面粗粗大大 進前後面 替後幾十二路 這就不太一樣 那當然 因為我們在收的時間 含白人比較不一樣 所以如果是他就比較不去掛 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問題 理論上來說是不用太多 但是三量的比較多 我怎麼掛起來 這個車子 我怎麼掛起來 你如果是車子掛起來 之後 也是這個調操要沾沾的 要留在餐桌 或是說你 找到整個困棚 拿去蓋 調操 調操 可以繼續來 調操在我們的 台主人裡面 這個 尤其這個 這種損款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主宅 全部拿去 但現實是比較可笑 所以在這裡 我會建議說 如果是不必要 補棚就不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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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只要這樣補就好 當然如果是 有方便 如果是剛才要換補棚 我們收起來還是不得意的 否則補棚 盡量是不要多 幫你收上檔 如果不要多 幫你收上檔 他的收名電腦 是比較長 這有時候是沒辦法 這個時代不一樣 以前的這個 比較重視說補棚比較耐用 所以這種抗紫外光的這個 這個東西 還是怎樣 都 那種 結構有動的 照說現在科技更豐富 應該補棚收名的比較好 但是 實際上你會發現說補棚的這個 收名比以前更多 電腦更多 以前可能七年 沒什麼問題 現在三年 有過三年 半四年 我都跟很多朋友說 你在做 你在一頂補棚 你要補差不多三年 這個時間 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說 三年 如果三年夠 改換好 剛好 換換 剛好 那是這個 三年夠 還沒辦法四年 五年 六年 那都中的 那都我們攤到 很困難 一般是我們 但是就是說 我們在算成本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個補棚三年拆掉 這個成本在這裏 要把三年拆掉 拆掉這個補棚的這個成本 因為 這實際上也是這樣 所以這給好朋友 可以稍微來跟他這個了解一下 這大概 我們可以去 注意的一個這個 所在 不一定要收 就是說 盡量來可以不要收起來 要是櫃子收得更多 因為我們的目標 不是要 櫃子三年要拆掉 但是 你如果是可以 把這種 顧好色 在裡面 沒有什麼樣的病 運動館 要注意通風 尤其在出水 那個時間 我們剛好拆掉大熱 你一定要旁邊這個通風 要做得好 不然運動養很高 這車子的一個開花 運動太高 的時候 它也動不掉 所以我們 這個部分 我們好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就好了 這是在這裏 讓我們好朋友 可以稍微了解 我們 如果你可以稍微來 注意一下 基本上 就 沒有什麼問題 這水中 我們有說過 在正常的一個 溫度之下 就是說 它有辦法生中的一個 不會去影響到 它生中的一個 情形之下 來講 就是說 它若是一個溫度入管 它的 光合作用效率不會減低 所以現在 這有一個 是這個 水中有一個 極端溫度 極端溫度有兩種 一個極端的低溫 極端溫度 譬如說 風來 我們的風來 八度就差不多 絕對要想到 一定要去極端 要去想到 一般來說 在十二度 這隻這裡大概 就停止生長 十五度 十二度到十五度 中間 是要有什麼樣的 一個 當然 最好是二十度到三十度 是水中 最適當的一個 這個溫度 無論是這個風來 無論是在來 都是這樣 我們風來 就比較不怕 比較不怕冷 如果在來就比較怕冷 如果是說 在溫室裡面 去尋到一個 隔溫 我們在保產的時候 這個高溫 這個隔溫 當然就是說 你那個隔溫的 這個經營 如果是剛才剛才在忙 他現在可以受的隔溫 就比較沒辦法 譬如說 做風來的時候 風來如果是 刷三尾 通常在 我們 西部這邊 這個 西南風 西南氣流 西南風 這個風來 沒過來的時候 是不是 這個風的飛跪中央山脈 就被噴下去 在台東 在台東華連 這裡便他們 山形焚風 背風面的一個 space 山形焚風 揮熟風 這個揮熟風 它高溫 適度很低 高溫 滴濕 風又強 所以那个时间内的温度很快就升官 没有什么水分 所以他通常有时候风又很烫 所以这个做温的动不掉 所以有时候就很快就炒大气 所以这种对水中的障害就很大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温室内 一定要注意这个水分要成就 因为我们革温 所以在开花这段时间 当然是没像这会烧风那样吃 所以在抽水开花这段期间 我们对革温的一个要求的较多 算是他没法度去饮食那种的一个革温 所以我们好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就好了 就是这个时间 但是就是温度较高 有时候一个较败的就是他白度的较多 就是这种切了起来的白度 还是说这个打工的一个情形 会比较多这种情形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是刚才说温度较高 我们自己要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水分一定要有厚 不可以没水 所以在开它在抽水这段时间 这个水分 水分你一定要让它有一点 这个较有厚担保 这样就可以控制好水 所以这样起来三両 如果是要收 既然如果是要收 我们当然就要想办法 加减收败 加一输来就要来 对吧 所以一定要去注意 在抽水这段时间的温度 所以通常是这样 让你稍微了解一下